你老公沒事這樣搞那麼多事 你的感覺怎麼樣 沒有啦 我剛剛只跟伐哥講說 老公我先去賺錢囉 我賺一下錢來給我老公花 哈哈 我現在被定位為不適生產 只會搞一些有的沒的事情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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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要靠老婆養 就是我們更穩固的 殺死的保家固堂 然後讓老公可以發揮 更多更多的創意 謝謝你 我這輩子最好有決定就是 取得慈惠當老婆 哇 你家第一次滿帥這麼多人 就是為了一件美好的事情 大家一起忙碌是值得的 過年拜會的感覺 因為做有機的部分 就資產很重要 這個藝人這邊嘛 他就會比較熟悉 因為你們不熟悉嘛 可能很多的事情 像有機資產 就要請教他 什麼是可以運用的 什麼是不能用的 對 由他來做建議 會比較 有機都會規範的 不然的話你能提出的話 比如說被驗除或怎麼樣 對 現在就是帶大家來看一下 究竟我們要耕作的田是哪幾個範圍 現在在討論是要怎麼樣 管那麼大一片土地 原本的帶耕朋友 跟現在的有機農友一起合作 這真的是一個 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事喔 沒有 這可能要一年之後才能跟大家分享成果吧 我覺得 有點瘋狂 我覺得好像有點複雜耶 這件事本來就不容易啊 因為其實牽涉到每一個人的心態 大家其實原本已經做 原本的事情很習慣 先生你要做一個改革或一個新方式 甚至你的收入都會 會變成一個新的模式的時候 其實會 會怕 所以可能初期我們都先扛 把很多成本先扛下來 然後做一個示範之後 他們才會安心說 真的假的 你最後出這些錢 然後你可以賺回這些錢嗎 我說對 所以你可以安心的 永續的 開始往這邊去學習 所以我現在在做這件事情 前方天啊不是長這樣 現在已經長這樣 未來會變道 未來我們家 放眼放不去 全部都是稻子 我個人還蠻期待的 如果你願意支持這件事 就是我們最後種出稻子之後 你現在來吃吃看 好不好 許你老公沒事這樣 搞那麼多事情 你的感覺怎麼樣 沒有啦 我剛剛只跟法哥講說 想說我先去賺錢囉 我賺一下錢來給我老公花 哈哈哈 我現在被定位為不適生產 只會搞一些有的沒的事情 沒有沒有沒有 現在要靠老婆養 就是我們更穩固的 殺死的 大家顧好 然後讓老公可以往前面發揮 好 更多更多的創意 謝謝你 我這輩子最好有決定 就是取得慈惠當老婆 你可以想像 有一個老婆願意為你在後面賺錢 然後你在前面去完成你的夢想嗎 Oh my god man 求生存結束 好 我剛剛聽到一個新狀況 結果連這些行道樹 都會灑除草劑 所以如果他們灑的話 除草劑進到田裡 有機認證也不會過 要請市政府說 沒關係這裡的草 我們來處理 這邊我要請人的這裡拔炸草 然後不要弄除草劑 然後不要弄除草劑 天啊 小雞會不會太辛苦 哇 整片看過去 各位看一下 那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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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開玩笑啊 那麼大 一起加油囉 稻米是怎麼種出來的呢 首先 如果這是一片土地的話 我們第一步 就要先整地 我們把它整得平平的 不要有石頭 然後呢 就要插秧 插秧插進去之後的所有動作 就叫田間管理 其中包含 灌溉 施肥 除雜草 防病蟲害 等到它結碎之後 我們就可以收割啦 而割下來的稻穀 接下來進入加工流程 首先 然後 最後 包裝 就變成大家平常買到的白米囉 剛才說的所有流程 都要符合有機標準 才能獲得有機驗證 但其中只有田間管理 是需要全職農友 其他的部分 全部是交給帶跟業者來完成 怎麼樣 簡單吧 我們剛才在興高采烈的討論說 喔 灑農藥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們一直在空氣中 就聞到一股 就是我們學的是 貓尿味 我們一直以為是貓 因為我們這裡有貓會跳進來 但我說不對啊 我走到這邊 也是貓尿味 拿那麼多貓 或是拿那麼大的貓 後來發現不對 應該是那一區域 全部都是在灑農藥 跟剛才一樣 我聞到了 你有聞到嗎 有啊 因為昨天 很熟悉這個味道的朋友 一踏進我家就說 哇 就是 你農藥味好重 真的嗎 我聞不出來 但我現在隱隱約約知道 他講的應該就是這個味道 因為你看喔 我這邊已經沒有任何田了 就是風我們都是從這邊來 西風 那邊全部都是田 那邊田也是我們之後 要公佔的地方 但是在公佔好之前 到了這個時間 很可能就是 難怪當時會有人笑我們說 你住田中間 你真的是天才 沒關係 無論如何 我們會盡快 好重喔 這味道 沒關係 聽說灑農藥 一年大概就是灑三次內 所以現在剛好經歷這一段 這一片征服之後呢 可能一年吧 一年後就跟他們談 看可不可以完成這件事 好 就這樣 待會兒 我會發現 我們我們看看 是 子女 雖然